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子八十四 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这一视频 今天呢给大家看的是两双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回我三关的两双鞋子 都不能算球鞋 就是一双是这个之前在国内发售过的这双椰子的拖鞋 另外呢是这双没有在国内发售 只在美国地区突袭的这双Easy Foam Runner AKA Easy Cross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洞洞鞋 我为什么说这两双鞋是回我三关的球鞋呢 尤其是这双Easy的拖鞋 这里的三关并不是指我们所谓的历史观 人生观价值观 而是说我们在球鞋市场 或者说我玩了十几年球鞋 从我个人角度出发 对于球鞋市场的一种感受 虽然说我们平时很多价格方面的影响 或者是说一些球鞋方面这个新老迭代 对吧 我自己虽然不算什么old school 也不算是new school 我玩球鞋的时间也最多只能算所谓的中正代 对吧 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也不能想象说这么一双鞋子 这么一双如此普通 如此没有潮流感的所谓潮流的拖鞋 居然可以在现在的二级市场卖到3000块钱 这个就像我之前讲过的 就算耐克出头史 只要它够限量 它也可以卖报是一样的 那我为什么会说这双鞋 尤其的会有三观的 是因为另外这一双 所谓的动动鞋或者之类 你至少看上去 你觉得它外形各方面 会立刻的让你记住 这是一个真正全新的东西 是真正有创意的 不管说这个创意 你觉得是买单或者不买单 你觉得好看或者丑 但是至少是很特别的 那不像这个对吧 这个在这双鞋没有出来之前 这双鞋是不具备原创性的 这就是我们随随便便 可以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买到的 早塘拖鞋嘛 你说淘宝 或者说莆田打板 或者这个东西不用打板 好吧 莆田的师傅 他天天做这个东西 只不过现在需要 印一个阿迪的标在这里 连个椰子的标 还在这个内侧 对吧 除了这一块 他就不需要打板嘛 你说椰子350 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他需要真的去做 对吧 你说这叫打板 你说这算什么 只能证明 阿迪或者说侃爷 他们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就是这种鞋子 我觉得任何品牌去出 然后他卖499 都会被人骂成傻子 但是阿迪居然 还是可以这么做 而且在控制货量的情况下 可以让这双鞋 从499的价格 标到现在两三千 至少从一个审美的角度 那绝对这双鞋 就太平平无奇了嘛 对吧 就跟我们现在 我就随意 我搅上这双 15块钱的拖鞋 这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吧 实话实讲嘛 是不是 我这个可能还更有味儿一点 对吧 但这个不算 我这个可能还更加软弹一点 这个15 这个3000 2000 你这没必要吧 贴贴 对吧 我就这种感觉 你说这个鞋子 大概发了 我不记得是三个 还是四个配色 所有配色 现在二级市场价格 全部都已经超过了 应该是1000块钱 对吧 就算最便宜的 虽然可能买的人很少 但是至少成交了 还是有这个价格的 翻100%的一个利润率 坎爷永远地神 好吧 真的真的佩服 真的是佩服 整个鞋盒呢 跟平时YES350的鞋盒 还是用的一样的东西 我们就不多讲了 来带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细节 鞋子本身没有任何细节 我们就直接pass了 好吧 首先整身用的都是这样 非常光滑的这种泡棉 或者就跟我们平时 穿的这种拖鞋材质 几乎就是类似的一个状态 没什么太多的区别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科技 这个鞋子真的就是凹造型 真的就是所谓 帅气我都讲不出来 只能说有排面 好吧 你买这个鞋子 就是为了有这个话题度 有这个所谓的社交属性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别的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 你说摸上去多么软弹 也没有 就是你平时去买这么一个拖鞋 都是这个状态 像我自己脚上这双拖鞋 我也觉得蛮软的 15块钱买不了10块 买不了上当 现在是因为整体的一个 就踩实了 天天穿穿了一两年 可能整体的缓震 或者软弹度不如这双鞋 一般在这边会写点字母 或者之类 但是砍研肯定不写 那就没有 只会在后跟这边 有个阿迪达斯performer的一个标志 而且连阿迪达斯的字样都没有 只是一个最简单的logo 在这个里面会写的 有个SUS如果有知道的老铁 可以在这打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指什么意思 而另外也写的是Made in China 这是中国做的 为什么在这强调这件事 是因为另外这双 是我们所谓的第一双 美国做的一级的鞋子 鞋标是贴在侧面的 这个地方至少鞋标没那么容易掉 整个外底 你说它像什么 你可以拿一双袜子过来 你就可以当一个脱衣板用了 你说防不防滑 什么耐不耐穿 或者这些都不存在的 好吧都不存在 这是后造型的鞋子 别的实际穿着感觉 都跟你平时的拖鞋一毛一样 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它就是因为贵 而已只有贵 没有任何别的特点 接下来就是这双 非常有冲击力的 所谓的洞洞鞋 当时叠召一出来 大家就觉得 椰子是不是要做 cross的一个联名 跟洞洞鞋是不是一个味的感觉 上面只不过从圆的洞洞 变成了各种形状的洞洞 这双鞋到目前为止 只在美国的官网 发售过很小的一个货量 可能只有几全商的一个状态 原价是75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 大概就是500多块钱左右 这双鞋在国内 二级市场的普遍价格 基本上是在3000左右 可能个别尺码 可能还能冲到4-5千的一个状态 这双鞋官方的名字 叫easy foam runner 然后在国内 现在由于药水哥的上脚 所以也变成了药水同款 我个人是觉得 是不是药水同款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对吧 大家成熟一点 药水哥可能还喝可乐 对不对 可能还吃大米 对吧 可能也喝水 你不能说他各种同款 然后你非常恨他 然后你就觉得 他自己买的鞋你就不穿 这个没有必要 好吧 我们稍微成熟一点 好吧 就是大家玩个梗 这个没有毛病 但是不要上身到人身攻击 来现在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鞋盒 这双鞋的鞋盒 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在外面呢 你其实是看不到 任何阿迪这边的一些标识 或者之类的 只是会在一个侧面 会有一个二维码的一个字样 打开鞋盒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鞋盒 是所谓的一个 inside out的一个处理 这个里面呢 他就印的这双鞋的名字 FORM 然后底下呢 是一个RUNNER的简称 因为他把鞋盒标呢 也印在了里面 这一块地方 这双鞋子呢 到目前为止 是指发了整码的 所以呢 你看到的 比如说都是 US8 90 11 这种尺码 就没有所谓的9.5 8.5 大家看到这双鞋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意外 你会觉得是说 啊 这是不是个假鞋 怎么这里标的尺码 跟平时我们ezy的尺码 不太一样 我要跟你讲 这个不是假鞋 这双鞋 比如说他标的是43 大家看到 大家如果熟悉阿迪的人都知道 阿迪这边的所谓43码 一般指的是43 也有三分之一 在他的鞋盒 或者说在他的一个鞋标上 都会这么写 但是这双鞋 由于是所谓的阿迪的凉鞋 我也不知道阿迪这边 为什么凉鞋 好像有专门的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阿迪凉鞋里面 这双鞋US9的美国码 对应的UK的尺码也是9码 然后另外平时的43 又三分之一这个尺码呢 直接就减写为了4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阿迪的尺码就这么迷 所以这双鞋 千万不要觉得跟平时的不一样 你就觉得是假鞋 另外要说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鞋盒这块 其实有一个贴纸 有点像我们这种防丝的膜 就相当于你如果真正打开过一次之后呢 这个地方一定会留下痕迹 对吧 那这么一讲呢 这个就相当于就妥妥到二手了嘛 是不是有点那个静止爪脉的那个味儿 我不知道大家第一眼看到这双鞋叠照 或者说看到食物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双鞋像个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感觉呢 我就觉得它像一个咸鱼 有点像那种干了吧唧的咸鱼 然后就长这个样子 尤其是前面这块呢就是鱼身 后面呢就相当于鱼尾 然后我还能想到 就是在宠物小精灵里面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这个突然一想不起来 就头上带了个骨头的 那个宠物小精灵里面叫啥的 首先一点呢 你觉得这双鞋算脱鞋还是算凉鞋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就应该算是凉鞋吧 我个人觉得脱鞋还是指这种鞋子 这个状态呢 还是比较有那么一个型的 而且平时穿的时候呢 不会说像脱鞋那么的随意 这个鞋子呢 看上去真的有一说一 有点够夸张 看上去真的很未来 平时很多鞋子 你是看不到这个状态 只能说阿迪这边 或者说坎耶这边 这个鞋子呢凉鞋凉鞋嘛 肯定透气 好吧这也绝对透 整个鞋子呢 其实跟拖鞋一样 也是这种一体成型的一个状态 并没有什么浇水粘合的一些地方 我估计呢 就是这种材料去注塑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直接拿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整体材料本身呢 也就跟平时的这种拖鞋差不多 摸上去呢 也是有一定这种软弹的感觉的 在鞋头啊 侧面都会有很多不同规则的一个洞洞 后跟这边的洞洞呢 尤其的大 而在本身材料质感方面呢 这双会显得更加的粗糙一点 你可以看到它整体会有一些细纹的一些感觉 而拖鞋上面呢 就会显得更加的光滑一些 那两者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外底呢 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水波纹路 也是做到一个防滑的效果吧 然后中间呢会有些镂空 这里呢 其实第一对提升脚感 其实有一定效果的 因为这边有点下线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 就跟拖鞋有一些区别了 整个鞋子拉在手上呢 还是非常轻的 那当然了 这是废话嘛 一个凉鞋脱鞋怎么可能也太重了 另外就是在内部呢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凸起 其实在整个鞋子内里啊 侧面啊 甚至后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不规则的凸起 那这种凸起的感觉呢 有点像某些爬行生物的外壳 或者说蜥蜴啊 或者有点像癞蛤蟆一样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鞋标方面呢 这双鞋做的真的不太靠谱 只是一张非常简单的一个贴标就贴在上面 而且由于它整个鞋底呢 是有凸起的 所以是贴不牢的 你像这个鞋子还是我们细心呵护的状态 这个标才没有掉 你只要稍微一碰这个标就已经掉掉了 所以真的想买这双鞋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了 这双鞋的假货 其实仿制程度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本身没什么复杂东西嘛 对不对 就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在内侧呢 会有form runner的字样 然后最后呢 也写的是made in usa 这也是第一双所谓的在美产的椰子的鞋子 而在后边呢 会有一个非常小的aditas的logo OK 这就是关于这两个鞋的一个细节介绍 你说这个鞋子可以卖这么贵的一个状态 主要还是因为它货量真的是极其极其的低 你像对于现在整体的社交网络来说 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都需要买这种鞋子 买回来装个逼啊 或者拍个照 对不对 尤其对于那些网红需要打卡拍照的朋友来说 这个鞋子的货量远远不够他们穿的 但这个价格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下来呢 这个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鞋子如果在后面不补货啊 或者之类的 那这个价格肯定就只能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这个鞋子相信后面应该还有很多的配色 比如说这个拖鞋到目前为止 后面应该还有四五个配色 那这个鞋子呢 之后好像也会全红啊 还有全黑 所以在这种价位之上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鞋子 我并不会觉得你穿了 你就是傻逼 或者你就是啊 这个这个智商税 我真的不会这么觉得 我只是觉得是说正常的整个潮流啊 它就是这样 那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有话题度 有讨论度 对吧 你穿一穿无所谓 这个钱是你自己的 你想怎么花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是说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的审美里面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鞋子 或者说至少在这么一个价格 或者说你在个三四百四五百 我觉得买买可以 但是原价我都觉得可能有点贵了 那这么一个情况下 居然还要两三千块钱去买这么一双鞋穿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在我的审美里面 我是不可能觉得这个鞋算好看的 也不是好搭的 再把你穿上脚 我只能觉得是就好贵的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两双鞋都在同等 其实现在也都在两三千这么一个价位 那我都觉得是说 选这双会更加好一点 因为这个鞋子真的还是实实在在的 有设计感 有特别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是一双真正全新的鞋子 而不像这双拖鞋像 真的毫无东西可以讲 你知道吧 这个就真的很无聊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 好吧 那我们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